既然我们看到了有这么多的将军能够站出来 能够反对这个习近平 那我相信说习近平可能身边 可能几乎没有什么人会支持他了吧 而且据说据说这个习近平现在的情况是说什么呢 他怀疑一切 他怀疑一切 就是说据他近身边的人说 他怀疑一切 他就对任何人 但凡他听到说这个人对他有什么 讲什么坏话什么 他就想干掉他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就是怀疑一切的状况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习近平现在真的是 这个基本上是要要要白白了 就越来越走下坡路 这么大说 对就是从前皇帝那时候就这样子 然后朕不是亡国之君 都是你们把我害的 然后后面就非常偏执 然后现在出行一次 这个动用的随护 就是保护的卫队七千人 这个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笑 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笑 真的 怕死 真的是 那么怕死 那么怕啥 就是越怕死 他越要驱使别人去送命 你想想当兵的这些 对吧 他不当兵的 你想想 大部分也是普通人 他的兄弟姊妹父母 然后被你这个lockdown 对吧 被你这个 咱们那个中文车载叫什么 就是就关到那个 关到那个方舱里面 对吧 隔离 对吧 这种惨无人道 根本就是不讲人道的这种隔离 难道每个士兵的这个亲属 他没经历过 那你说这次浙州发大水 震霸州发大水 那这个浙州也有子弟在军队里面服役 对吧 他也有 这个军队里面也有浙州子弟兵 你让这些浙州子弟兵 是做何感想 对吧 有什么 的 你 我 我 我 和我 你 我 感谢观看